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在钓鱼桃A国宾馆出席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式之后 立刻就转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办公室主任伊万诺夫 并强调他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交往 周先生对此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从我们领导人的外交活动安排上来看 一般的向各国来中国进行访问的官员 特别是高级官员 我们除了安排他们跟我们的对口的官员 对等的官员进行对口会谈会见磋商以外 还要安排一次领导人会见 这是一般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程序性的做法 以便体现我们高层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和我们的好客之道 也是一个有意识的安排 就是说中国人说我跟美国也建议新兴大户关系 你干还是不干 好我们欢迎 不干我还有别的选择 我可以跟俄罗斯关系还是很紧密 你听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也还是一种象征意义的 今年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 国际象棋当中的博弈的道理也非常适合外交工作 中国现在在外交上处在一种向外积极开拓的态势 如果说拿下棋来做比喻的话 确实可能现在是在四处都在落紫 这本身体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思路王先生 现在确实我们希望要有种下围棋的在个思路的头起步子等等 确实有这个必要 我们就融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靠以前的顺势而为 现在已经很难做了 你必须要谋势而动 我用两个局来概括 一个就是叫破局 一个叫谋局 破局就是说比如说美国重复亚太搞到好像前几年比较被动 那么它不是撒胡罩面的 它集中在东南亚 但东北亚长期以来由于朝鲜核问题 就是一直到僵局 六万会谈多少年没启动 怎么破 在六万会谈没启动情况下 能不能把东北亚这个局给破掉 我觉得韩国是重要的一环 韩国那么多年跟着美国就是因为它有北朝鲜的问题 有安全问题 那么美国能不能保护它的安全问题 我在韩国经常采访 你跟着美国走了六十多年 你安全了吗 你幸福吗 不安全 越来越不安全 既然如此的话 你跟美国走干什么 还有一个谋局 谋局就是说你美国搞TPP TTIP等等等等 我好像比较被动 我现在搞一路一带 谋取一种新的亚洲版本的这样一个发展 全球化的模式 这叫谋局 所以我觉得破局和谋局都是一脉相承的 这显示了我们外交上面更加积极奋发有为的这么一个操练 所以王先生刚才实际上提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全球怕不是搞一次就完事大吉了 它是有好几个波次好几个轮次 那么在每一个轮次当中 实际上各个国家都要在这个轮次当中去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谋求自己的发展利益 周先生怎么来看 中国是一个成长中的大国 我们现在的在全球的利益也是无处不在 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华人的存在 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也都有我们中资企业 甚至是我们的工人在那里去工作 那么因此我们也有必要来保护我们这些利益 那么保护这些利益怎么保护 就是需要我们同发展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共同的合作 应该说中国的外交是全方位的 是希望能够同世界各国发展好关系 来不断的推进共同的全球化 就说以前的韬光养晦 现在是奋发有为 以前是被全球化塑造 现在我要塑造全球化